所有政府组屋住户 今天起可使用价值300元的气候优惠券 来购买10种节能省水的家电和装备 据记者陈思玄发现 不少人已在第一天使用了优惠券 而由于近期的天气炎热 风扇和冷气成为了热门商品 住在盛港五房市组屋的威拉说 家里的洗衣机已用了7年 由于首批气候优惠券 只发给一到三房市组屋的住户 他当时没能获益 最佳电气领售商指出 有不少刚领取钥匙的预购组屋住户 前来使用气候优惠券 BTO其实蛮多来看 因为他们要新家了嘛 所以他们也想拥有节能节电的那种产品 因为天气关系 目前这个小会是冷气还有那个风扇 现在有可能选择他们比较方便 之前他们都会问 为什么这个不能买 我有点浪费 最佳位于阿玉尼二道的电气店 一早就有几名顾客前来使用优惠券 业者说自气候友善家庭计划推出以来 新顾客增加两三成 我们这边都是主务区比较多 上一批我也吸引多比较年轻的人来我点 有这个平台更加多人认识我们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 中务部长许连选 下午走访一家电气零售商时表示 首批气候优惠券 共有超过14万户住户登记索取 最终有6万多户使用 这轮优惠券有效7到2027年底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思璇报道